你有没有觉得现在每天的新闻多得吓人 讯息爆炸的时代 每天都被各种各样的新闻轰炸 从国际大事到娱乐八卦 似乎永远也看不完 很多时候 我们只想关注我们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却不得不在海量的讯息中筛选 今天我要带你一起使用Python 加上Google News套件 打造一个机器人 自动帮你从海量的新闻中 找到你真正想要看到的新闻 让你每天可以获取到 对你来说最有价值的讯息 今天我们会用到一个 叫做Google News的Python套件 它可以帮我们快速获取Google新闻搜寻的结果 那我们今天使用的环境 是用Collabor来做示范 那如果想要在自己电脑运行的同学呢 也可以参考我们之前有拍摄一集 如何使用Anaconda 在本机中建立虚拟环境 来做测试的影片 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始作 首先我们要先安装我们今天会用的套件 Google News 我们输入PIP install Google News这个套件 那如果你是在本机运行的话 那你就要在你虚拟环境的中单机中 输入这个PIP install的指令 好那安装完之后 就可以透过程式来汇入我们刚才装好的博助 fromGoogle News importGoogle News 会入进来 好接着我们来定义一个函数 这样子待会我们在操作上会比较方便 可是我们要先初始化 我们的Google News 好那首先就是Google News 定义一个变数 好定义完成后 我们就可以来设定我们的语言 因为我们是中文 所以就要输入ZH7W 好那接着呢 我们再输入它搜寻的这个时间段 那在这个框框里面 如果我们打W就是这个礼拜 那如果是D就是当天的 那如果是Y就是这个月 那我们这边以W这一周的来做示范 好接着我们要来设定使用者要输入的关键字 就是我们要来搜寻的关键字 我们用input函数 把我们的关键字先存在这个keyword里面 好然后利用这个套件 去搜寻 以我们的keyword来去搜寻它的结果 好搜寻之后 我们就要再建立一个变数来储存 它所搜寻到的结果 就是这个result 我们把搜寻结构存在这个result里面 然后最后再写一个for回圈 把它所搜寻到的新闻 一条一条的列出来 列出它的标题 还有它的连结 现在这个collab的AI很厉害 都可以预测说你要打什么 但我就是不想跟你打一样的 你这是看不起我 然后最后我们分行用个符号码 做区分 最后我们再定义一个我们的主要回圈 那用这个if name等于等于man 就是当我在这个城市里面运行的时候 它才会执行回圈里面的任务 好那接着我们就可以来测试了 按下执行 我们来搜寻最近的新闻时有什么 关税 搜寻关税 好那可以看到下面它就会把它搜寻到的标题 还有连结都秀出来 那我们只要点击它下面的连结 我们就可以直接 我们就可以直接跳到它所搜寻到的这个新闻页面 其实很方便 那你可以再稍微改一下程式 把input 用你自己想要的变数把它取代掉 那就是每天时间一到 就让它自动的去执行这个程式 让你去帮你抓 你想要看到的新闻 那就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工具 分享给大家 希望你们会喜欢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